歡迎收看極度韌性 韌性的人只干大事 我是Eno 今天呢非常的孤單 只有我一個人 那今天我們是來到了台中的麗寶賽車場 我們又回來啦 上次有去拍那個JK Racing他們的房車賽 昨天呢我們也去拍了甩尾車賽 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卡丁車的比賽 會不會蠻熱血的 因為其實卡丁車那個距離蠻近的 就讓我來帶大家看看會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Let's get it 好冷喔有冷氣 現在外面溫度非常的熱 36、37度 然後我們進到麗寶 裡面看 轉過去給大家看一下 各種跑車都在他大地裡面 各種跑車都在他大地裡面 上次我們沒有來到這裡 今天來到麗寶的大廳內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可以看到三種形態的這台車子的樣子 我覺得蠻酷的 那其實大家來到麗寶賽車場 如果你是車迷你喜歡車的人 我覺得這個大廳你可以稍微逛一下去看看 這裡新郎車我覺得都蠻精彩的 就補一些畫面給大家看看 這裡蠻多經典的郎車 不知道都是誰提供的 而且他車子旁邊都會有一張 車款的介紹 引擎形式啊 跟他有多厲害 反正當然你們自己有眼睛 你們就自己看 Check it out 大家看一下 上面是這種小車車耶 他都是用車子拼出來的 超可愛的 下面都是 上一次好像都沒有抓這個路線 我們上次直接是從車隊的通道 直接進去賽車場裡面 上一次竟然沒有進來看到這裡 但是 哎 有夠冷氣的 這裡是往 卡丁車大樓的一個走廊 那他走廊上面呢 牆壁都有很多這裡的歷史的照片 可能辦過蠻多活動的 畢竟是花了好像是 五六億蓋的賽車場 我們就繼續Check it out 現在又回到熟悉的地方 就是卡丁車的維修區 現在比賽是已經開始的狀態喔 突然還找不到我們的阿吉老闆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是比較Free的Chill 這邊也逛逛 這邊的卡丁車的維修區 而且我覺得很讚的是 卡丁車真的小小的還蠻帥的 讓我們開開看喔 這種比賽車跟我們一般能夠 體驗的那種車是不太一樣的 我發現年紀都很小 都超小 都比我還小啊 搞不好都可以升了 好厲害喔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他們的卡丁車 組別應該很多 然後也蠻多選手的 因為我看長上也超多車的 有沒有聽到聲音 好我們等一下再帶他去看一下 Let's get it 那其實來到這裡都是免費觀賽的 然後二樓還有看台區可以看 房車賽的賽場 卡丁車的賽場 現在氣溫 這次36度 有夠熱 可是他這邊的看台 是可以看整個在車場 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卡丁車會有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很像軌道車 自己改車 我覺得蠻好玩的 而且我發現上面的年紀都很小 我剛剛有一個看到一個小女孩 木車大概五六歲而已 然後在場上 油門開到最緊繃的 超屌的 哈囉吉哥 我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吉哥 JK Racing 的老闆 然後他的兒子 就是他們每次比完賽下場的車 都一定要秤重 驗車 原因是什麼呢 我等一下問老闆 看看他可不可以解答我 年紀超小 吉哥我問你喔 為什麼每次比完賽 車子都一定要秤重 他有重量限制 然後要看他的配重 然後看他的運氣 有沒有通感 因為一場比賽 只有一個車家 只要一組輪胎 怕你上場也有投款 對 特價一個輪胎一組 一組從昨天排位 用到今天結束 就是給你一組 對一組 那你會用別的輪胎 不行 他有委定 所以他們都要驗輪胎引擎輸的 同一個 引擎都有上風調啊 喔 那蔡引擎檢查活塞有沒有偷改 所以等一下四點多 那個比較刺激比較精彩 那在這裡 大家把引擎拆開 檢查當進來一些 有沒有偷改 這個妹妹這個妹妹 今年升上來 這樣就對了啦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賽段 他們剛比完的組別 之後他們就會來這邊 做車子的調整 輪胎是不能換的 剛剛老闆有講過 別再改了 引擎也不能亂偷改 偷改 國慶賽也不能偷改 有規定賽制才好玩嘛 Check it out 另外一個組別 他們在試車 熱車 因為他們等一下要下場比賽 我覺得熱車的環節 很像日本的暴走 什麼的 這是一個轉速遊戲啊 因為它是2T 2行程的引擎 聲音的尖銳 然後都很高轉 聽起來很爽啊 他們是採動態氣泡 好刺激喔 距離都超近 這個比賽節奏就真的是比較快一點 我覺得也很好看很棒 只是海很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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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决赛 因为他其实比赛节奏是非常快 他们就会互相在那边争夺 你进攻我防守 我防守一进攻 这样 他们的排位会一直轮替 他有一个APP很方便 登录就可以直接看到现在场上是比什么赛事 然后他的成绩是多少 非常方便 你就站在外面看 或在里面车轻轻 就可以看到现在是谁在跑 我觉得卡丁车这边的氛围 我觉得还蛮棒 而且看到超多小朋友 而且重点超多车手 妹妹也都是小朋友 从小就开始培育 他们好像还可以一直往上升 总而言之 我觉得卡丁车这个体验蛮棒的 而且你进来只要停车的钱 那下一次再去带大家看看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去体验跟探索看看 我觉得也非常感谢阿吉老板 让我来体验 我觉得很棒 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做这频道 就只是想要先去体验看看 看这些人到底在干嘛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来到现场来看看 我觉得还蛮棒 这两天我觉得都还不错 像昨天的衰尾赛 哇 现场很震惊 但可惜我有点下雨 那谢谢收看今天的极度任性 我是以洛 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